现在介绍一下 假如孩子用廖老师国际学校数学英才班做练习 他做错以后怎么办 那这个呢 不用家长改错 也不用老师改错 所以不会有平时给孩子做作业 帮助孩子做作业那时候的鸡飞狗跳 他这个系统设计了很好的一个方法来帮助孩子 比如说这个练习 首先你要明白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那孩子他看我现在这些数学题目 他这个事先已经在我给他的那些数学题里 一些视频他已经看过了 他应该学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在这个练习部分让他再练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数一下下面的老鼠 看看你是什么数的 然后在这里填个数字上去 你是怎么数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数 那假如他孩子做错以后怎么办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首先你孩子觉得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做 那他可以点击这里 Watch a video or use a hint Watch a video就是说你先看一下 我不明白怎么做 你就可以点击一下这里 那他就会给你一个视频给你看 那你点击了 那就进入这个视频 然后你就看了 这个视频是专门为这个练习而设计的 那他这个呢 就是告诉孩子做示范怎么样数 花 那他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的 他的练习题是说让你数一下有几只老鼠 他这里是给你看有几只朵花 但实际上英文的句型都是很相似的 那数学原理那更加是一样的了 所以他有帮助但不是给答案 那孩子看了以后那就可以回到这里 你看右上角再点击 你就可以回到你刚才那一页那里 就继续做了 那你这样打进去以后 比如说你这里打三 然后到底打五 那你就对了 那我现在呢假如说还是错了 这里给了个 这里给了四 这里给了三 是错了以后 那你就到这里来看看你答案对不对 那这个系统呢 他会自动告诉你 这个是人工智能系统 就告诉你 他没有那个欢乐的音乐给你了 但是他给你两个选择 但他也没有说错 他没有用这个词 也没有说你笨 也没有说你错 他就说你来再试一下 Give me another shot 请来试一下 这对孩子也是一个鼓励 也不会有鸡飞狗跳的事情发生 那他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你就是右边这个 Move on 就是继续做 暂时不做这个 这个可以允许的 但是他这个系统有记录 你没做完 他以后会提醒你做 下面这个get help 就是说好 点一下看看怎么帮 那你这孩子呢 从这里 图片中你可以琢磨一下 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孩子做的是错的 那然后呢 你还可以到这里来 除了看看这里 还看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到下面 他的系统又给你一个 一分钟的视频 那你又可以看这个 一分钟的视频 再看了一分钟的视频 那你就回去再做 那他这个呢 就进一步给你帮助了 好了 看了这个视频 然后你再回来再看 再点击上面这里 就可以重新再做了 好了 那就回到这里 然后你就再改错 好了 好